特首李家超星期一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 交代七一慶回歸政府和私人企業將會提供的優惠 為了讓市民開心感受到這個起興的日子 政府和工人機構會帶頭推動多項的優惠和活動 讓市民可以共慶回歸 這些優惠包括在7月1日當日 康民處核下的多個康樂文化設施可以免費使用 包括室內和戶外的康樂設施 以及絕大部分的公眾泳池 免費開放科學館和太康館的常設展覽 免費開放文化博物館、科學館和藝術館的多項專題展覽 免費開放香港濕地公園 免費參觀西九龍文化區M家的所有展覽 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7個專題展覽 7月1日當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 免費乘搭富裕小輪的香港水上的士航線 以及往來中環紅磡、屯門大澳、北角觀塘等多線的道輪 7月1日1年5日免費乘搭電車 另外李家超又說7月1日會有超過1000間食肆 指定的餐飲會提供七一節優惠 8月1日 8月1日 8月1日